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念书的时候我是念那种男女笑的 所以很有很多机会去认识女孩子 日前音乐人黄国高加入张志玲所属唱片公司担任顾问 张志玲除了大方表示对他的尊敬与欣赏 更这十年前曾与他合作一曲《祝君好》 希望现在可以与对方再许前缘推出好作品 对 Paco现在很荣幸他来了我们的唱片公司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的惊喜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非常专劲跟欣赏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恩人 因为以前我有一首歌叫《祝君好》 我是跟 Paco合作的 然后那首歌也是他帮我选的 那我希望往后的日子我们的音乐上有更多好的作品 作品让大家能听得到 而当晚虽然没有流星妞的戏份 他一袋巧克力前来探班 谈到相亲一事他则委屈抱怨 自己虽单身已久但从未相亲过 对相亲这种方式也是分提出 我真的没有相亲过 对大家好像都觉得我是相亲那个什么expert专家 但是我没有 对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条件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让别人觉得嗯OK不OK这样 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 在片中刘欣忧与张志玲有许多亲热戏 引起来探班的张志玲儿子魔童的不满 更童言无忌称介绍男同学给刘欣忧认识 刘欣忧赞其可爱的同时也透露了自己对姐弟恋的看法 他儿子他要介绍他的同学给我认识 姐弟恋我其实我自己看别人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说我自己的话我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很难去想象 而且要看那个差距是多少 但是我觉得年龄并不代表心智的成熟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有缘分我是不会排斥的